据港媒报道,黄欣颖在沉浸近四年后宣布付出娱乐圈,但她不是演戏,而是自费转型当唱票歌手。 黄欣颖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分享了一段20秒的视频,这是她的新歌Crown Me的预告,情人节当天会正式推出。 曝光的MV画面中,她换上多套不同的服装,大秀好身材,为了了解详情,有记者打电话联系了黄欣颖本人,她承认要付出娱乐圈,新歌和MV在2月14日推出,希望大家支持。 问到新歌的作曲,填词人是谁,男友你们是否有帮忙制作? 她表示等推之后再说,谈到目前的心情,她说平常新,不说太多,等推之后慢慢分享。 她似乎有一根过去诀别,除了发新歌预告,还将社交账号的大部分旧照删除,只剩下几张跟爱犬的合影,过去允许这安,马郭明的合照已不见了。 黄欣颖MV预告发布后,TVB就同是龚佳欣以及王金女儿王子涵都点赞支持了。 然而,大部分网友都对黄欣颖付出持反对意见,纷纷留言抵制她。 有人痛批黄欣颖做过第三者,现在还敢付出太厚脸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。 字幕志愿者 良好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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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